女子被红纱时发出的剧响 第一时间就惊动了段灵天 也没见段灵天出手 一层无形光照升起 将近像他和天舞的血抵御在外 紧接着段灵天看向 缓步走进凉亭的始作俑者 脸色逐渐的阴沉下来 好美的女人 仅一青年带着老人走了进来 目光第一时间就落在凤天舞的身上 至于段灵天完全被他无视 凤天舞的爵士容颜映入他的眼帘 让得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他什么时候见过这样的美人儿 这位小姐我叫武杰 乃是真武宗宗主之子 敢问小姐方明 仅一青年来到凤天舞的身前 还算英俊的脸上绽放出温和 不少人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所以武杰现在搭讪奉天舞为果 反被奉天舞轰的情景也被一群人收在眼里 真武宗宗主之子 不少人在知道武杰的身份以后 倒也不敢多说什么 但他们看向武杰的目光 无以例外充斥着嘲弄之色 真武宗乃是和太平成州家 以及过去的阴阳宗齐名的一流势力 我 我说我是真武宗宗主之子 真武宗的少宗主 察觉到周围扫来的嘲弄目光 武杰之觉得无比的羞辱 他努力压制住心中的怒火 再次看向凤天舞 重复道 滚 只是这一次凤天舞回复他的 还是这么一个字 滚 武杰身体一震 面容逐渐的猙獰了起来 他什么时候被人这样在大庭广众之下无视过 如此无视 跟羞辱没什么区别 滑 而看热闹的一群人 如今也是一阵哗然嘲弄的看向武杰的同时 面露惊讶的看向凤天舞 他们都没想到这个女子竟如此大胆 敢这般对待真武宗宗主之子 要知道真武宗宗主虽然有两个儿子 但最疼的无疑是这个晚年得来的小儿子 几乎将他是为自己的命根子 贱人给你脸不要脸 终于武杰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彻底爆发 整个人向前一步 双手一伸抓向凤天舞 你不是傲吗 今日开始本少爷就让你做我的女奴 武杰真武宗宗主之子 三十岁出头一身羞未须尽巅峰 然而在凤天舞的面前 他却是与楼已无异 羞 少爷 谈欢一线的剑笑声伴随着一道爆喝声响起 却是凤天舞面对来势汹汹的武杰 随手一剑就解决了他的性命 同时发出爆喝的是武杰身后的老人 老人怎么也没有想到 看似人处无害的哄音女子 竟能在他没有反应过来之前杀死他家少爷 少爷死了 这让他如何回去跟宗主交代 周围一阵死寂 一道的目光落在倒在血泊中的武杰身上 略微有些带致 他杀死了真武宗宗主的小儿子 他摊上大事了 真武宗是不会放过他的 没想到他看起来只有二十岁出头 竟有杀死真武宗宗主小儿子的实力 虽然他们出手都没有引动天地之力 会聚成天地一相 但我却听说过真武宗宗主这个小儿子的羞位 好像在虚惊巅峰 只一个照面被他杀死 他应该是武皇强者 围观的众人议论纷纷 面露惊诧地看着眼前有着绝世荣莲的女子 都说女人是祸水 今日他们算是彻底见识到了 若非真武宗宗主之子对这个女人起了嫌念 他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 然而他们却是不知道 早在真武宗宗主之子杀死守在梁亭外那个女子的时候 他就已经被女子身边的那个紫衣青年判了死刑 你 你敢杀我家少爷 你知道他是谁吗 眼看武节倒下 老人怒得身体都颤抖起来 死死地盯着奉天武 似乎到现在还没能从刚才的震惊中回过身来 他是谁 跟我有关系吗 奉天武抬起头淡淡地看了老人一眼 说出一句差点让老人喷血的话 这个女人先是杀了他家少爷 然后说他家少爷是谁跟他有关系吗 你找死 老人在眼爱耐不住 抱喝一声 神上原力暴涨 琴鹤尖又化作雷鸣闪电 缠绕在他的身体周围 让得他整个人宛如化作雷神一般 不知如此 雷鸣闪电周围 还有一缕缕青色的钢风在缠绕 除了钢风以外 还有一缕缕跳动的凝石火焰 老人身形一动破空而出 所过之处气暴声连绵起伏 无形气浪滚动 化作狂风向着四面八方吹开 嗡 很快 老人手中凭空出现了一柄剑 一剑袭来如有神柱直至奉天武的所在 老人展现出来的实力不止在舞节之上 更远胜奉天武 不过面对如何 不过面对 quién也要嘲笑了 刘身们之间的 优优独播剧场中央